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一个大自然 是因为我们希望保留它的自然性 让团圆们可以在这样的环境当中 就像他们走路上山 他们在山林里面 他们需要去做训练的时候 他接触到的是崎岖不平的地 甚至于连饮水都不需要自己到山后面去打水 到小溪里面去打了水 然后要经过这样一个长的翻山越岭 水才能够过来 所以他们在山上的这些生活 看似不方便的 可是却是让他去知道 大自然就是这样 甚至于就是山上下雨的时候 我们的演出就照常演出 因为接受它 大自然就是一部分 那它出太阳也很好 下雨也很好 你看现在鸟叫多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奇迹的原点就是来自于说 我们如何将一个光的力量在大自然里面被看见 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感动我 那我想这个源头的力量是出自于就是 方渝在跟蒋迅老师 他们在希望能够去为中强光电 这样这个基金会的一个产生 去找到它这个起始源头的时候 那么找到这个方向 那当然优长年都在大自然的环境里面 所以就被他们作为了第一年 就这个计划的这个合作的对象 不想人类自从在 在用电照明之后 其实我们跟自然的经验已经被改变得很厉害 那现在大部分的人把家里的灯打开 就是黎明 灯关掉就是夜晚 那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可是它可能会让我们误会 这个灯真的就是黎明 就是夜晚 可是我相信上万年来 人类在大自然里感觉到的星光 月光 黎明 黄昏 这么丰富的光的经验 其实也恰好都被流失掉 所以现在大家已经讲出一个字叫做光害 光不再是一个 刚开始被发明大家雀跃的东西 而变成一种伤害 一种视觉的伤害 同时也是一个心灵的伤害 所以我相信一个做光的产业 今天怎么样子 好像把大家从电的这个光的照明 带出来到这个大自然里 重新感觉到 我想我自己也是好久没有抬头看到满天星光 我想那个有一个很动容的东西 所以我相信今天所有的这些光电的产业 可能会希望做很多的弥补 因为会不会过去太多的光的照明 其实我们的视觉已经被伤害了 那所以唯一拯救的方法可能就是 带它们到大自然里 火炬的光 这种传统的照明 也不是电的照明 那这些星光 那所有每一片树叶里一点点月光流动的感觉 我相信会重新被找回来 从光的角度来看我们的山 我也跟他们说 自从开始做这个作品 就发现我们的山真的更美丽 作品在山上要开始做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想就是说 如何能够让光跟作品产生一个 里面有一个故事 那我们也邀请了林克华 就是灯光大师 跟我们一块来去探寻这个部分 在山上的艺术节 每一年在他们山上都有一定的一个 一定有一个所谓的山上的艺术节 所以这个表演已经好多年了 这个山存在也很久了 他们在这里生活了很久了 所以纯粹从这个 幽的在山上做一个表演来讲 也没有什么特别 他每年都会做 那这一次有这个机会 中翔光电想要说 一起来促成这个事情 我想最重要是说 他不是在支持 只有让一欧在山上 再做一次艺术节 我想说这个一路过来 这个山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变成今天这个风貌 其他人还存在很多最原始的 最original 最原汁原味的原来立格 优在这里生活的某个样态 跟这个树 山 地形等等 一个基本的架构 那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风貌呈现出来 以及让观众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觉得说 我从来没有在生活当中 在我平常在去游玩 去干什么 或是甚至于平常生活的各种 这个机会里面 怎么很多东西我都没有注意到 那我们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 突然间让你去抓住你的 因为我们平常都没有注意这些事情 可是当你说我有这样一些事情 你就特别吸引他的注意力 所以他就focus在说 原来有这些事情 在我们生活当中到处都有 其实在我们去游玩 去哪里都有 可是你从来没有注意他 那透过一个这样的活动里面呢 你终于把他的这个焦点 注目的那个事情拉回来 说原来我们生活当中这么丰富 那其实所有designer就是什么 没有什么了不起 就是说他把别人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找出来而已 因为这样子我们才开始选择 从路上就开始有事情 也就开始就说那这样子我们就来做一个 寻宝的一个过程好了 那寻的是什么宝呢 就在山路上面我们一边透过找光 其实找的这个光不是只是作品本身的光线 而是作品内容里面要诠释的 内在人的心里的那个光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将在这一路上的这几个所碰触到的这些作品本身呢 就透过了从像禅宗里面石牛图的一个巡流的过程 那同时我们也打破这个石牛图 然后呢将禅宗的其他的一些重要的典故 那每一个禅宗的典故都是一个找光的力量 就是一个禅室的棒喝 那个棒喝就是协助你了解你内在的光明是什么 这次很大的一个特色就是我觉得给了一个团人一个很大的空间 我只是把那个十个故事的典故跟来源跟它的过程告诉了团人 然后他们就会把就是说他们就会根据这样的一个状况去选择需要的乐器 那这十个故事之后呢我有自己新创作的一段就是打成一片 就是用长棍来击鼓的 所以他们在打的过程当中呢 也就是说除了运用武术的动作之外 我觉得因为棍子架长 他们就运用到我觉得像禅室的那种棒喝的感觉 也像比如说禅宗到了雾后的时候 它有一种跟万物之间打成一片的部分这样子 可以说团人的部分是一个是一个铺层的感觉 对那到了最后的打成一遍才是极大层的感觉 原来这整个过程从寻找啊 见到牛的足迹啊 然后有很多的典故啊 下棋啊 就是等等的 能观而不动 能所俱敏 到后来的繁身俱忘 打成一片 所以打成一片是这个段落当中 这个整个演出当中一个极大层 一个最精华的部分 打成一片 就透過這種讓他們的心安靜的進入這個環境 讓他們自己的心安靜的去看見這個環境 去感受這個環境 去透過他們去尋找 他們真的是自己要找的 當然因為人多就有一個路線 他們其實不是太難錯過 但是你必須自己安靜的去體會發生的事情 然後直到他們最後坐下來的時候 然後那個師父明明在念經 一邊念經竟然在賣中秋月餅這樣 這個就是生命 你說什麼叫做 也不能夠二分 你不能夠說只有佛存在沒有眾生存在不行 眾生跟佛都是一樣存在的 他們這次剛好有需要用盪 其實當佛人找我的時候 其實他們已經設定好 就是說他們就要做一個隧道 就是跟光有關係的一個隧道 那我來跟他們就是開始接觸這個案子的時候 就是他們也是完全複以我說到時候你怎麼去做 所以說我就揮了設計圖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主題 這個編織的方法 一般來講我們對竹編 它的紋路可能是比較既定的 就是什麼樣的編織 它就是比較規則性的東西 那我是覺得這種東西 它對於我們一般人既定的印象 它看上去是它的紋路是很規則性的話 就是比較沒有什麼所謂的現代感 那我們又要結合光影的情況下 那我們這種用所謂的比較現代的 就是所謂的亂編的方式 讓它的筋圍交錯有沒有 沒有一定的情況之下 它就搭配燈光所呈現出來的那種效果 就感覺上它投影下來的那個線條 就比較不一樣 其實是一個隧道 那我們隧道我們一般記憶的印象就是圓 一個圓的方式 那我們就把它設計有一個曲線 曲線讓它就是說 讓所謂來參觀的人走過去的時候 會有那種感覺 所以說那當初的設計是 朝這個方向來進行 它的這上面就好像會一顆一顆的發亮 他們來的時候我就用那種星光點點的那種方式 就是那種小的LED東西 就是星星 好像就是一顆顆的 作為像江江文化藝術基金會的董事長 那當然我覺得對企業來講 跟對藝文來講 我覺得這兩件事情 我覺得我們試著在做一個 我覺得是試著做一個非常 某種方式應該是講說 是一個很開創的一個新的平台的做法 那在這個新的平台裡面 我們希望擺脫以往 僅僅是企業去贊助 藝文團體那樣的一種做法 像這次活動我們甚至稱呼它叫做攜手合作 就是說我們覺得對藝文團體的表演或展演 那除了贊助以外 有沒有更積極的作為 那像我個人說甚至都認為說 像這樣子的贊助方式 它其實是一種投資 是一種對整體社會的力量的一種投資 那對企業來講 我覺得如果能夠從這個角度來思考 我覺得整個對這樣的贊助活動的思維 我想是會完全改變 那當然我覺得也很謝謝這個中方店 這樣的一個企業集團 非常無私地成立這樣的一個基金會 那基本上把整個基金會委託 由專業經理人來經營的 那由專業經理人裡面去組成 像專業經理人裡面來 由董事會裡面的成員 來監督整個這個我們講說 整個基金會的運作跟運營的方向 那目前我想我們整個運作跟運營的方向 大概有幾個方向 我們現在正在展開來 那第一個部分是說 大家也看到說我們對光 像這樣的一個元素或這樣的一個題材 那我們怎麼樣子讓光這樣的一個元素或題材 它可以透過各種不同的 可能交流或是推廣的方向 來讓大家認識到光這件事情的可能性 它可能不是完全是人造的 就像我們今天在這樣的一個山林裡面 然後你可以開始聽到光的 存在的各種可能的面貌 它跟自然跟人工跟環境跟行為跟人的心理等等 我想它產生各種很多很複雜的界面 那這個時空感也可以在這樣的環境裡面 徹底地藉由我們各種的 包括時間跟空間跟人物跟光線 我想它可以徹底建立起來一種很新的感受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在這樣的一個基金會裡面 一直想要推廣去做的 那另外當然我覺得我們在某種程度上 那我們也希望說將光這樣子的活動 可以更直接的跟一般的社會大眾的生活來結合 它不只是在我們講藝文團員之間上面這樣展演的合作 比方說跟優惠劇團跟優惠神鼓是一種合作的方向 那我們也在做各種的像感光工作營 感光工作營它就是更普及的 希望能夠藉著這樣子的一種工作營的形態 它能夠把光這件事情或對光這個美學 或對光的技術跟所有的民間社會裡面 對光這件事情有興趣的所有的朋友們 大家一起來分享大家一起來研究 所以這個部分也是我想我們藉著這樣子的平台 來慢慢建立起來的 多花一點心思去觀察 多花一點心思去感覺 放慢你的腳步 你就會看到非常多的東西 很多東西都跟聲音有關 因為聲音是一種波動的感覺 微細的波動 微細的頻率的震動 所以我覺得光也是一種波動 只是我們它不是用耳朵去聽 它是用眼睛去聽 所以以前有個禪師說 他說如何露道啊 有個土地就問他如何露道露道 他說眼睛去聽耳朵去看 我想每一個人曾經去了解這個土地 去愛護這個土地的時候 都會發現其實最珍貴的事情呢 就是大自然 我想從大自然裡面去找到一個 從這個起點來找到一件事情 找到一個我們生命裡面 這麼重要的東西 光 那我想這個力量是 是對方怡來說 對蔣勳老師來說 那甚至於對幽 對整個幽人生骨的這個 所有的團員來說 這個起點 我覺得是每一個人的起點 Tay 也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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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y 也会 天 一 感谢观看